欸他居然打枝了欸 哈囉 欸你好 一樣不講話 靠北啊 耶 雨果先生 欸你已經連上了嗎 這台電腦有點舊 所以系統可能不是新的 但一些基礎的功能 應該還是能夠實現的 你已經知道你的任務是什麼了嗎 呃看上去好像是一些 雜物殺什麼東西的雜物 啊我不能講 蛤你要去殺人 啊不不不 煞車 喔我看你已經掌握了竅門了 是吧 這就打算出去閒逛了 是的嗯實際上我對這項工作 還不是很滿意喔是嗎 在大城市裡一切都是 那麼的快那麼的不同 我不知道也許我到鄉下 找一份更正常的工作 一切都需要習慣的過程 火技 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們就去幫你 聽著如果你壓力很大 可以到一樓的餐廳去休息 別緊張這是你低天工作 我還可以去一樓的餐廳喔 我要不要就直接離開這裡啦 伊藤倫二 還滿像的啊那個眼睛 我想去一樓欸 我想去一樓欸 我們去零樓好不好我們直接離開這裡啦 有沒有一個新的結局啦 回家吧 退出 蛤 我還是在等等吧畢竟才那麼一回 等一下 怎麼突然 為什麼啊 阿不是說阿 我不是一心一意想要離開這裡嗎 阿靠說回家 就過沒多久又走回來 等一下我被巫術操控了 是不是 不讓我回家啊 這是主角 對阿是主角阿 阿上面合約說我可以隨時退出 那實際上是 強制不讓我退出阿 我去餐廳休息 是妹子 我叫帕斯特納克 馬龍女士 好前衛的髮型阿 唉唷 他是特納克 你總是在洗澡的時候大哭嗎 什麼 呃沒事 我總是這麼做 蛤 這個很抱歉聽到這些 我叫馬龍 很高興見到你 你一個人住嗎 阿不是 我和父母住在一起 好吧 曾經是 我現在必須在首都火過火 美味 文不對題 真的充滿小 不是 好吧那個 晚點見 有病嗎 這個人 這個人繼續吃 手術加藤蔭 他說一樓是休息室 這邊就是給你類似像是 暫時的休息室 然後做一些合成 然後做一些合成 有沒有 冰箱有東西 抹去 那我拿乾 欸 馬龍你是點點點 但我拿的不行對不對 跟他講話 哇 我的辦公室在房間壁 我們可以去那裡躲起來 哇 這就是男人 無處安放的魅力 有沒有 男人的魅力就是這樣子 喔我們有乳酪對不對 欸我們可以做這個欸 我們可以做這個欸 做看看好了 欸等一下我吐司吃掉了是不是 我吐司沒吃啊 啊這個要用這個做 欸不是 還是說他有兩片吐司啊 躲起來泡趴趴 我也在想說每位是不是 羽屋獵人 搞不好試餒喔 他這是要兩份吐司啊 才可以做這個 咖啡加水 可以做這個 那一塊圓披薩 直接放烤箱可以做這個 好吧 反正目前就先這樣 暫時不要亂吃好了 Eat 吃 第三個是什麼 什麼第三個是什麼 馬龍就是女巫 我們去7樓吧 那個叫 新特拉的機器人女孩 告訴我 那個叫巫術之錘的書 在圖書館某個地方 去找本書應該不會有什麼危險吧 我從前可不會這麼害怕去圖書館的 圖書館看起來好廢喔 根據海報上的資訊 這扇門應該是通往答案式的 那本書應該在圖書館 所以說不是 他搜刮有沒有東西 有糖果 空的 那最起碼這可以吃吧 這可以直接吃掉 某人把畫布給死了 上面有一塊小飾板 上面寫著 紀念 愛神明 愛神明眷顧的處女 AM 愛神明眷顧 螢幕上面寫著 想要在圖書館借月書集 請先提交一份填寫完整的 R301表格副本 所有的檔案資訊都放在檔案式 必須要先填寫 他自己寫 還好不要我填 不然我會煩死 別的資訊要去答案式 沒問題 是獸神明 我看一下 紀念獸神明眷顧的處女 紀念愛神明 紀念獸神明 唉唷開燈 開始了開始了開始了 各位還沒去尿尿快去尿一下 一封信上面寫著 關於這件事情我可以告訴你的不多 他們都把這些只稱為巫術子 上面蛇形的浮水印 據說是這種只受到的詛咒 不過你還是可以從中獲得各式各樣的幫助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紀錄影的靈魂 反正這只是說明說 我那個拿來存檔就對了 那我有拿到巫術子嗎 唉唷一張 存檔喔 我沒有墨水 墨水這邊我猜一定會給一個預設的 怎麼給一隻鉛筆啊 都沒有 把水全部拿光 水 哇我這樣不能紀錄啊 算了 蟑螂要來了 這公司的人好像很喜歡到處藏食物 看上去是用血畫出來的三角 唉唷墨水盒 我我覺得我先去存檔比較安全一點 紀錄靈魂 我先要先裝一個進去 那我就 我明明就有 喔要這樣子啦 我懂了我懂了 我覺得他這個紀錄方式很白癡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這個紀錄方式 我覺得有點蠢 可以不要這樣吧 好我先進這裡看看 這邊 喔圖書館 我們是到圖書館 檔案太多 不知道該從何早起 一封信上面寫著 如今是資訊化的時代 沒有人需要在檔案室裡工作了 我可不打算在這種鬼地方 找那個幾年前就在找的貓頭鷹老頭 從那之後 這地方就變得兇險萬分 但是根本就沒人相信我 貓頭鷹老頭 貓頭鷹老頭 該不會是 隻狼的義父 他說他可以在這邊看到貓頭鷹老頭 唉唷呀這 什麼東西啊 喔我懂了這會動啊 唉唷 哇唷 又一具屍體 哇唷又一具屍體 唉唷 這賢米 馬丘 點點點 他看見我了 又閉上眼睛了 那那是什麼 他已經死了 我或許該看看他的攻勢包 獲得了一張巫術子 果然還是R301的表格 等等巫術之鎚 他也在找這同樣的書 這個人 一定 是之前的 女巫獵人 A之二 他找到作者的資訊了 啊 哎 幹 你老兄 咧 衝三小 朋友 嚇我一跳 幹很兇喔 所以說他就是這樣被炸死的 你的主先兵沒有這麼做 現在我們的主角看到屍體啊 完全 非常的淡定 淡定的一個不行 欸這不是我的 欸對那是我的 啊我要怎麼再回去看剛剛那個 在地上嗎 A之二 這裡 我要怎麼推 我要怎麼推 這邊 啊 阿法 一二三四五六 六 六芒心 看上去好像某種謎體 也許我可以找到另一個櫃子 也像我覺得在翻圖書館之前啊 我想要先回去一下 上面我還沒去過對不對 哎呀 空的 畫出來的方塊 空空如也 一個電箱上面缺了一個保險絲 先開一條路讓我過去 哎 1973年的公司雜誌 封面上有新特拉的照片 上面寫著 新特拉公司的復興與電腦與機器人的科技技術 果然他就是我們的那個 新特拉公司的AI 老頭公司的老頭AI機器人 大概這種概念 不恐怖是因為還沒正式開始吧 可是我已經玩了一個小時半了 A7喔 欸有道理耶 七個點 好啦試試看好了 3 3 4 5 6 1 2 3 3 4 4 4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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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個資料夾喔? 呵呵呵呵 看來不死啦 只是叫我去樓上而已 晚上好安安 哇!Spider 哇!會動 Spider會動 看來又是堆箱子遊戲 三角形 喔! Soga 怎麼唸?叫一下 這一定就是書的作者了 得記錄在表格上面 我們看一下喔 三角形 正三角形 麵包一個 正三角形 框框 三個 正三角形 框框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好我大概知道了 兩個正三角形在下面 一個框框在上面 紙鉗筆 那指向是要潛龍碟影喔 我以為是要堆疊 你知道嗎 就看來不是 放下來了 蛤? 貓屋的聲音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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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是不能過去 放一台墨水 感覺會有點浪費還是比較好了 等到需要的時候再放 對吧 好放一下 怕 看一下公司包裡面有什麼 為什麼不能動啊 OMG NO 我不能動了 誰爬燈關了 開燈開燈 無數值 什麼東西 錫箔紙包著三明治 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好喔 要走進去 看一下 我先存個檔好不好 我覺得等一下會發生大事 存一波 脫東西的聲音 怕 先存先存 又是雞巴臉 不是用暗的 這樣子嗎 女巫馬龍來了 女巫馬龍來了 所以說他真的是女巫嗎 嗨 什麼 你是獵人嗎 嗯 他們請我當巫女獵手 但事實卻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能告訴我你的全民嗎 我叫布萊恩 我超老實的 哈哈哈很好布萊恩 很高興認識你 那你呢 你叫什麼 我誰都不是 噢 需要我幫忙嗎 你再流血 國界 我想說 你才是需要幫助的那個人吧 像你發現的第一個陌生人 偷漏你的身份 就意味著你的命要比我短了 哇 我也是個獵人 在鄉下做電弓 直到收到這封信 你看嘛 我說這邊死掉的人 全部都是 被拿來當女巫獵人 是不是 不要相信任何人 也不要透露你的身份和生活狀況 因為一切都不會對 一切都會對你不利 別犯我犯過的錯誤 但是你為什麼不離開這裡 噢噢當然我一定會的 在那之前 需要我幫你什麼嗎 呃 巫術之槌 你知道我們要找那本書嗎 別跟我提這本該死的書 我射法收集了一些資訊 但一個地雷爆炸了 標哥也被燒了 開始聽到這裡我也很難過 那你知道我要上哪找那些缺失的資訊嗎 你看到入口的標誌了嗎 他們早就告訴過你每個資訊所在的房間了 入口的標記 每個資訊所在的房間 好再說 地上的東西 你看到地上都會爆炸的東西了嗎 我被幾個地雷給炸 有啊 要炸滿臉都是有沒有 你知道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死他的失效嗎 你是說殺死他們 他們可不是什麼機器 硬要說的話像是變異的軟 哎喲 我見過他們當中的一些死 一些死了 所以一定有一種殺死他們的方法 只是不知道 燈光 你說是個工程師 那麼你知道 怎麼佈置樓上的燈嗎 少一個金屬替代 比方說螺絲刀 翻翻你的公司包裡面 仔細看的話 或許會有 把我離開了 希望你能康復 看這邊一閃一閃的 看了有點不舒服啊 我要離開這裡 工具人 就是說這個不是點 這不是讓我選的 我剛剛以為是讓我選的 可是這又代表什麼 每一個房間的位置 還是什麼什麼鬼之類的 完全看不懂 好缺少保險師 該不會是這個吧 該不會是這個吧 吸波子 吃了 使用 唉唷還真的餒 somos 是不是 欸欸欸 超強 什麼東西 檔案櫃的位置 那個是檔案櫃的位置 有貓喔 鉛筆可以殺了他們 原來是用鉛筆殺了他們 你好 問號 嗨我叫布萊恩不對我是說我叫帕特拉斯 我不聽不清楚 怎麼會有人在那邊打電動啊 那個請問能不能我聽著呢 沒必要叫那麼大聲 抱歉讓你見笑了 我叫帕特拉斯 書籍上的信息 你知道巫術之槌嗎 不 我想也許你在這城樓工作應該可以幫我 地上的東西 你知道那些地雷嗎 有沒有可以讓他們提下來的方法 鉛筆提示 果然 果然 果然是鉛筆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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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子 喔水啦 爆汁了 我還是很老實的透露我們的訊息有沒有 所以說那個剛剛那個什麼方塊符號那個只是一個 書櫃的位置而已 所以說並沒有什麼 什麼其他的功能就對了 不需要錄影帶才可以 打錄機 好 果然是貓 可愛的喵喵 貓貓的餐盤不過都是空的 看這麼兇喔 水 有一道裂痕 他說有裂痕 我要怎麼過去 拿鉛筆敲 應該之後的事情 樓上不是沒電他拿來打電動 我也不知道 現在勾的到通風管了但是入口被封死光是右手沒辦法打開 去另外一個地方 這裡還沒逛過 要打王了各位 場地這麼大 你我不知道要做什麼嗎 存檔 還會不定時的換方向 錄影帶櫃的對照表 要按照地圖來對照檔案櫃 新姿勢gate 我們現在在這裡看 好喔 沒關係啊 都這樣子啊 大爆衝 這個加的有點多呢 這有點不方便耶 要一直切道具來 30份 巫術 巫術子 唉 我要死了大哥 不吃 這什麼 神秘 唉唷 我們可以看錄影帶了喔 可以喔 唉唷呀 太危險 唉唷那邊要按按 好像在擠痘痘 沒有出 喔出版社找到了 喔有事件發生了 是誰 唉唷 這不是漁果嗎 你不要再裝了 你有看不出來你的身材嗎 哇 哇 你這個傢伙 哇塞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心懷不軌 確實有點麻煩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搞定 What 這個好玩 真的假的 我現在覺得還不錯啦 喔他會突然亮一下 小心把他插了 想要看東西 有什麼其他資料 找到先不要撿了 耶 幫忙照一下 水 水 還好啦 慢慢走也是可以過的 水 青蛙想搞我 怕 蛤 這不按看得到字喔 欸對喔 哇都在睡覺了呢 可愛的貓咪 按按按呂陣營 按按你好 看一下袋子 唉唷 欸 居然還有動畫呢 唉唷 把那些膜帶砍掉 原來是自製熊主子啊 自製熊主子 你們知道是誰嗎 然後變成一隻蜘蛛了 我到底看了啥 崩帶砍掉 木乃伊 神劍闖闖降狐 沒有錯 所以我們還差一點點對不對 我們還差 還差最後一個 年月 他這邊總共幾排 1234 四排 那我這樣就看懂了啊 兩個三角形嗎 兩個三角形 也是兩個正三角形 一個正方形 啊怎麼突然沒有了 他就這個了吧 對這個 巫術之錘的磁帶 水 右三的二 有了有了有了找到了找到了 抽屍波解 破解重重的難關 老頭與觀眾們 不斷的抽屍波解 找出這個遊戲裡面的種種任何 任何的戒謎 我不是要這樣放嗎 使用 聽一下 呼吸聲急促 蛤? 蛤? Y4 7 多少啊 1486 耶!終於 全部都弄到手了 蛤? 還笑耶 哇 笑起來笑起來 這樣子我任務就完成了吧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要去 去 對表格都填好了 去圖書館 直接拿那本書 然後 感覺情況就不太妙了 因為現在音樂已經靜止了 只好先存個檔壓壓金 要睡覺了 晚安 一拳超人有看第二季嗎 有啊我有看啊 我有看 我有看 沒跟上好沒有關係我會放紀錄檔 好使用 哈哈哈哈 我用了半天 你竟然告訴我錯誤 上面寫著需要新特拉公司封章 問問新特拉 那我還不知道回去 媽的 唉唷 嗚嗚 殭屍 羅斯托夫女士 你好 有人嗎 靈魂被抽走了 被他老公炸乾了 看他的頭是怎樣 喝水狗 喝水狗 我是要去幾樓啊 我都忘記了 對了 因為來了一個新男孩 欸居然是他講話誒 因為來了一個新男孩 你不知道嗎 好吧 我可以告訴你有關他的一切 喔不沒有必要謝謝你 好吃真好吃 你有沒有帶別的午餐 哈哈哈哈 如果他瘋了 最好把他鎖起來 讓他照顧那個瘋子 你不覺得嗎 哈哈哈哈 很榮幸我叫羅斯托夫 在五樓工作 原來是五樓被榨乾的女子啊 又有人在餐廳的黑板上寫下誤會的東西 我猜是國語 魚...魚果 我還講煩 好了 我走錯邊了 他說寫下誤會的東西喔 我去看一下好了 沒有變阿 然後這邊都正常 做一下如若三明治 水 咖啡 水 真的好像伊藤倫二 怕 可以再做一杯嗎 可以 被美芝附生 蛤 霸子有看到 有看到美芝嗎 不就我自己嗎 我已經忘記我們辦公室在幾樓了 有沒有人還記得阿 Cor 2樓 avis 2樓 還是大家都忘了 怎麼辦 二樓 三樓吧 好像是三樓 三樓是拿卡的地方 七樓 六樓 五樓 六樓不能過去 六樓卡住了 五樓啦 自己忘記自己辦公室在哪裡 好的 欸 你有看過一屯論二嗎 你好 帕斯特納克先生 你好 感覺怎麼樣 工作上有遇到問題嗎 還行 鍵盤電腦還有滑鼠 用的都還習慣嗎 是的 還有你已經知道你的任務是什麼了嗎 管理上 成員管理 啊 啊 魚果呢 魚果 我在辦公室前見到他啊 你知道他在哪嗎 他剛剛走開了 怎麼了 沒什麼 沒什麼 別想多了 別多想 我去看吧 嘿 他把我撈這邊來 嗯 有人提起故關於他的事情嗎 他 要講秘密了 是啊 你應該已經知道了吧 沒有 有關 女 女 女巫 巫 呃 並沒有 完全沒印象 我現在這邊要裝傻 好吧 那你就得小心了 帕斯特納克 你知道有關這個女什麼的事情嗎 小心點 他無處無在 所以說這個 索薩女是知道有女巫的存在 他知道 不想上班了 第一天就忘了辦公室在哪 哈哈哈哈 這家公司就像是從蘋果樹上掉下來的一顆蘋果一樣 帕斯特納克 掉下來的蘋果 這家公司就像是從蘋果樹上掉下來的 什麼意思啊 雖然表面看上去很正常 但其實內部早就已經腐朽了 不是 本來就腐朽了嗎 一堆死人 一堆瘋子 哪裡正常過啊 有眼睛的人都知道這家公司有問題了好嗎 他就是蘋果裡的那一條蟲 如果 讓他抓到你的話 如果他抓到你的話你就會變成他的孩子 什麼 雨果回來了 你們兩個在這裡幹什麼 我要揍他 還關燈陷害我 你拿到 哥特俱樂部的卡了沒 哥特俱樂部 索薩很喜歡 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恐怖電影角色扮演遊戲 漫畫書 他設置 建立了一個叫做神秘影視俱樂部的組織 看得出來他的風格就是很喜歡那種類型的有沒有 小心點也許他會把你捉走 現在有兩個人落單了哈哈 丑莎小 青蛙回來了 沒進去就公司就不知道了 怎麼了 帕斯特納克 我看你還活著 他這樣講是說我會死在這裡 所以說 他在這裡 會不會這個人也是 女巫獵人 然後他是在這裡面唯一的一個女巫獵人倖存者 他會這樣講感覺說好像就是你知道嗎 哎呀你居然還活著 你已經適應公司了嗎 他這個適應搞不好是想要故意就是那種撤影的方式 說你已經適應了女巫獵人的工作了嗎 有沒有 有沒有 對啊這句話有問題啊 他就是自己拆穿自己啊 他就是青蛙嘛 就是那個把燈關的那王八蛋嘛 我比較覺得他是女巫的手下 喔他是女巫的手下是不是 好留子安拜拜 多多少少有一點吧 欸你剛剛不是檔案死 馬上切開話題 那今天是我的生日 啊恭喜恭喜 謝謝啦晚點我可以休息一下然後開一個小派對你覺得呢 好吧 我待會會回來工作有點多 來吧火記開心一點你會留下來的所有人都會哈哈哈哈 媽的你這王八蛋 就是你想搞我 你是有沒有吃過公事包是不是 我剛好順便要去問那個 我剛好要順便去問一下 那個那個那個機器人AI 我剛好 因為沒有授權我沒辦法開圖書館啊 剛好 欸阿辛特拉不見了 那個聲音是 我們的 辛特拉在洗澡 然後呢 被我看見了 所以我以身相許 喔沒有 辛特拉 這邊居然有他的彈鞦韆 超好笑的 抱歉 那你為什麼會有一個鞦韆 這是一個用於放鬆的系統 想要試試嗎 算了下次吧 我想和你談談你寄給我的那本書 我已經擁有了包含所有資訊的R301表格 太好了 帕斯特納克先生 為了能夠 訪問圖書館你需要我提供給你辛辣的彈鞦韆 付一次給我就好了 然後我再跑一趟 目前正在列印最終表格當你注銷辛特拉內聯網時你將獲取他 謝謝 已經早期的所有巫術之錘的表格資訊使用他可以進入圖書館 保密工作你剛剛說我的工作內容是保密的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不應該對任何人說 是的 帕斯特納克先生 謹言盛行是我們公司格言之一 有一些員工可能與女巫有關係 有的人在這裡幫助女巫 如果 是的 他完全有可能成為你的同事之一 白癡嗎 我建議你不要向女巫透露 你在獵殺他的事情 誰會向女巫透露我在獵殺你啊 白癡嗎 女巫的孩子你知道女巫的孩子嗎 很抱歉我沒有記錄 完全沒有這樣的資訊 據我的計算 女巫和我們一起生活了幾十年 他的影響可能影響到整個公司 這都怎麼年代了有女巫耶 感覺好超脫的感覺 我怎麼覺得一種超脫 老頭拜今天好累 好啊早點休息 好不好走等進入檔 很多人全部都說是魚果 派對絕對有問題 阿拉怎麼從這邊出現了 他會瞬間移動 也是啊 這也是他的 就是這裡是他的那個嗎 統治範圍他想要往哪裡出現就哪裡出現嗎 所有的新員工都必須知道在上午11點 每周都會和我們的教練 杜蒙上校進行 激勵談話 談話會在西會 你準備 對 在希特拉公司我們希望能增加員工的社交團隊合作技能 因此我們用這種方式來激勵他們 你是最棒的 要相信你自己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成功 絕對不是一步登天 有沒有人告訴你 你很棒 你超強 你絕對可以的 你的夥伴 會跟著你一起 勇往直前 千刀萬刮 大概就這種概念 存檔 直銷 直銷最常用 是啊 直銷最常用 這種公司還需要加強嗎 不需要的 每一個人都這樣 你看 我覺得就 搞不好連那個教練都 都已經是那個負德性了有沒有 好我現在要去讀書館 不過我覺得案情 我覺得事情應該沒有這麼單純 等一下他剛說那個是在C 我去廁所看一下那個人還在不在 我要一杯水 看來只能要一杯水而已 而且他說我不會 我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給扁水的人 好他都在C嘛 C有馬的大便 一樣耶 好 那可能是待會兒圖書館資料拿完才會觸發 女巫是CCTV吧 因為說女巫無所不在 我也不知道耶 第六感說AI就是女巫 因為AI公司出來就有了 女巫在公司也有十幾年 自己殺自己的概念 陰謀論 好我們可以進去了太棒了 終於啦 又是死了 這是我們祖先 記取 記取你祖先的教訓 三顆電池 喔 開始不一樣了喔 按使用T盒Y可以快速裝備跟鞋子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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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可以 那他剛給我三顆電池 代表著說 這個手電筒是有電的 然後我剛拿到了一本 上面一個字都沒有的紅色書籍 然後這個有推的動作代表這是可以推的 推去哪我就不知道了 對書架 然後一樣應該是裡面都沒有字吧 空白的 我怎麼突然覺得這有點像惡靈古堡啊 按照書籍顏色的排列 然後門那個書櫃就 就會打開了 沒忘記惡靈古堡 原來是 書櫃解謎 我們來看一下這哪邊有有什麼空缺可以讓我放書的這樣子 一本綠色的書但是我現在拿不到 那尻爸打破不會喔 空了書架 貓頭鷹 所以一開始我就想說讓我想到惡靈 原來如此 AI想要解脫所以說先耍男主角 先耍我這樣子 所以說我AI就是女巫 然後他只是想離開這裡所以說 故意用這種方式 說什麼嚴格的 嚴格的 省 嚴格的那個 審查 說我是天選之人 其實只是隨便找一個人 看有沒有辦法讓他脫身 然後其實那些員工啊都已經 絲魂手射都是那AI搞的鬼 有沒有可能 各種的不同 欸貓頭鷹耶 黃色的書 推的沒用啊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這書架上是貓頭鷹 可以放書嗎 可以 所以又是一個解謎 上面有 這是數字吧 高級解謎 高級解謎 4 5 1 2 3 4 5 這裡勒 啊 啊 我被死了 喔還好 還好我反應快 還是什麼 嘿嘿嘿 13 12 13 12 啊這兩隻貓頭鷹他媽擋住了 擋屁是不是 喔是V喔 靠北喔 你知道嗎老頭累了 我累了 愛真會用楊安 再確認一次 V3對 好黃色的 走開 AKSV 我來看看 不用啦不用做筆記啊 AKS3 V3 V3跟AKS3都出來了 V3 AKS3 V3 可是很奇怪為什麼我把貓頭鷹 推到這邊來 他就遮住我的黃色那個區塊 會誤以為我會誤以為是要放那邊你知道嗎 然後你看推到這邊然後他藍色就擋住了 那是故意給你擋的 應該是錯不了了吧 AKS2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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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 V4 匕首在烏鴉的手中 我祈禱著這場惡夢的結束 現在我把他的進度報告交給你的宿命 AM AM不是之前在那幅畫上面寫的那個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女神恩惠的那個嗎? 你沒能帶來更壞的消息 我們必須盡快躲起來並刪除掉有關 我們名字的任何紀錄 如果他發現了我們的身份我們就麻煩了 找到了那本 巫術之鎚 他說sorry 我電池用這麼久到現在還沒有斷電過 存個檔 入口還有一本 還有一個信件是不是 入口還有一本紅書 那不是紅書那是信 這個啊 我不會信任這家公司的任何人 尤其是現在這種 任何人 任何東西都可能隨時被毀滅的情況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他的孩子 我們只能相信我們三個部署AM 所以說那個女巫就是他會操控一些傀儡部署到我們的公司裡面 雨果就是其中一個不用講了 這什麼東西 難道說這是巫術之鎚 拿 木乃伊先生如果你不建議我拿走的話請千萬不要醒過來 終於我終於能離開這個鬼地方了然後把書叫回去給辛拉特 完了他要來殺我了 差不多了 怎麼這麼安靜 怎麼這麼安靜 什麼 這麼簡單 果然沒有這麼簡單 有人嗎 哎呀 原來那個眼睛就是他部署的啊 我不能讓你把老頭最愛的樹拿走 什麼 哎呦喂呀 躲起來啊 往下逃就對了啊等什麼 蓋瘋住了啊知道怎麼打 越來靠近了幹 歐曼高 我大概知道怎麼玩 來啊來抓我啊 怕你你 我會推書櫃 撞死你 哎還沒有用啊 跑了 跑了 還是他變快了 蛤 逃走了 炸三下就結束了 幹 我又忘記地上有地雷了 他逃走了啊 阿安安你好 貓頭鷹出生了 他難道就是貓頭鷹老頭 他剛剛那個那個蜘蛛女跟我講說我 不能讓你拿走老頭的東西 跟這個貓頭鷹有關係 現在還不用手電筒 收起來 OK 我們拿到書了 我們回去找 回去找他 我拿到手了 嗨 我拿到手了 書在這裡 你使用了巫術之槌 幹得漂亮 帕斯特納克先生 不不不別再叫帕斯特納克先生了 怎麼了 聽著 星特拉 我剛才 和一個機器蜘蛛面對面 他用眼睛朝我扔地雷 還有一個木乃伊 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 還有這份工作我不能升任 這裡不適合我 我以為這將是一份正常的辦公室工作 檢查檔案中午出去喝咖啡 我理解你的感受 帕斯特納克先生 我們知道這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 你在公司裡有特殊的責任 我代表星特拉公司轉達我們對你能力充分信任 我個人看到你 看到了你巨大的潛力 拿著這本書適時證明了這一點 謝謝 被掛獎了 我要提醒你你的努力在星他樂公司 並沒有被忽視 作為對你的工作獎勵 你將獲得 1000個社值分的獎金 稍後我會將他轉入到你的帳戶一面 1000 如果你願意的話 讓我看看這本書的內容 好他在看 啊有意思 閱讀完畢 這麼快 這是一本15世紀的書 是為了辨認和獵殺女巫而創作的 我會告訴你最重要的部分 我看書這麼快 馬上就會了這樣子 第一 在哪裡可以找到女巫 女巫 女巫選擇的長生之處 與他們生活有著強烈情感聯繫 儘管他們的長生之處 經常與城市核心區分離 但由於他們擁有人形 作為一個群體經常會滲透在附近的 集體當中 人越多的地方就越有可能 該不會在二樓吧 如何辨識他們 所以說二樓那個群體 然後都是人的地方有可能 女巫是那些與魔鬼定下契約的人 他們改造並操作人類 偷取嬰兒 像撫養自己的孩子 一樣撫養他們 並且 騎乘 承騎哨走飛天 雖然他們大多數的時候都獨來獨往 但會擁有幾個隨送和追隨者 其中有所謂的家族執行命令的動物 任何女人都可能 是另一種表 外表的女巫 啊就是那個馬龍啊 因為其中一 一種能力就是改變身體 原來是小當家 太陽看你好林 玉智你好 林立智你是念玉嗎 如何殺死他們 儘管火是他們的主要敵人 但對歷史上最強大的女巫卻沒有效果 這些女巫已經證明對活免疫了 據記載這些女巫幾十年前就被活活燒死 然而他的詛咒仍在公司蔓延 燒死之後還有詛咒這樣子 根據這本書的解釋唯一能夠消滅最大最強大女巫的方法就是用一把特殊儀式的匕首 阿姆塔 阿塔姆 來傷害他們這種威力巨大的武器也能夠 起到震懾作用 聽起來是童話故事 你怎麼意思 4個人都知道女巫不存在 如果真的存在我想他們不會騎飛天哨走 我是說 你想讓我去把公司裡面有女人 問個遍 然後拿刀刺傷他們 很明顯這家公司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十分之一這個問題到底是不是 能使用500年前的 一本書作為指南來解決 難道你看不出這一切都不合理嗎 點點點 我很抱歉但我不會再拿我的生命開玩笑了 我要回辦公室坐在椅子上不打擾任何人 你已經坐在辦公室椅子上了 點點點 沒有錯阿 講的沒有錯 恩 有馬的聲音 馬的便便 有一個活動要開始千萬不要去會議室 他叫我千萬不要去 布萊恩記住不要把你真正的工作內容透露給任何人 等等你剛剛叫我布萊恩 唉唷 欸這個就是杜謀上校喔 你還在這裡做什麼 天啊趕緊去會議室 哇塞這什麼情形啊 激勵人心時間到了 又要開始了直消直消 你在 你在 我們是最底層的渣渣 你是誰 我深表懷疑 你們是誰 我們是渣渣 我的馬屁眼都比你們香 你們就是渣渣 但你們本該是什麼 奇怪不是激勵人心嗎 怎麼從頭到尾就感覺罵人啊 最棒的渣渣 什麼 世界第一的渣渣 哈哈哈 這種白痴劇情啊 那麼你們要怎麼才能做到呢 工作工作工作 我不需要你們骯髒的工作 你們還有 別的東西嗎 我們有血 我們的血 讓我看看雨果先生走近些 雨果你這是 我是最底層的渣渣 他這是最正常的那個臉 其他人都被 附身了是不是 我可不知道最底層的傢伙 聞起來就跟死一樣 因為我是一隻 哈哈哈 以後我就是一坨屎 這麼描述就對了 但你本該是什麼 最棒的一坨屎 什麼 世界第一的屎 我明白了 你打算如何實現這個目標 工作 但是你是個流浪漢 雨果先生 除此之外 你還擁有什麼 我的血 很好很好 你可以回崗位上了 感覺就只是講給 長官想要聽的話而已啊 這什麼激勵人心的 果死東西啊 超級不明 今天我想和你們談談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個你們都知道的禁忌我想告訴你關於女巫的事情 哇 女巫是我們同事當中的一員他長著女人的樣子當然我不認為自己有性別歧視 該不會是 索薩女絲 欸不對啊 他對女巫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好奇而且 認為這是一個都市傳說 但就像那樣這是事實 可能是和你在電梯談論天氣的那位女士 和你一起喝咖啡的那個女孩 他向你借一盒墨水盒 或者給他發一份傳真 疑似三份 這是羅斯托弗 但是上校大家都知道女巫是不存在的 喔是嗎讓我告訴你幾周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他們的上校超屌的 這是 這是馬左進來的 我是很好奇 我同事 在自助餐廳聊天吃點心 這是我們應得的15分鐘休息時間 當我們意識到天哪 我們下來已經半個多小時了 儘快回去工作 喝咖啡可得不到報酬 我們大家都上了電梯 連著按了好幾次樓層的按鈕 希望這台邪惡的機器能快點上來 電梯像是爬到爬一樣到了我們的樓層 就乖乖打開門的時候 我們我的乖乖 什麼叫我的乖乖 電梯 被封住了 不管我們多麼用力推 門都打不開 我試圖讓大家平靜下來 但沒有成功 這些問題 其實都是正常的 讓他重新運作起來 只是時間問題 但事實並不是那樣 我想離開那裡 到達目的 願望每秒鐘都呈現 數級成長 不只我 同事也遭到同樣的痛苦 有東西從我背後冒出來 女人溫柔般的 嘴唇親吻了我的臉頰 就在那一刻 講故事 還關燈勒 燈滅了 哈哈哈 白癡嗎 沒有人 沒有了燈光 人群就開始慌了 每個人都開始瘋狂的跑來跑去 敲著門想出去 然後我們就聽到了他的聲音 好喔 這都是高級幹部演出來下人用的是不是 這是個怪怪的 這問題怪怪的 我的乖乖的是一種正經詞 你會覺得怪怪的啊 就像 就像什麼 氣虛刀片 割穿眼球 那尖銳的聲音穿過了我整個神經系統 在那一刻我們都知道死神會把我們帶走 就是他 那個女巫就在我們中間 在我周圍 在我周圍 我開始聽到同伴痛苦的叫喊聲 那簡直就是一場屠殺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一切竟然發生在我身上 蒙迪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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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奇蹟發生了 門開了 神聖的光照亮的進來 大家都從慌亂中驚醒的過來 下意識的從電梯裡跳了出來 逃離那場惡夢 然後我們都 疲軟了下來 因為我們安全了 但就在門關上 遮住整個屠宰場之前 冰人的嘴唇又從我的背後冒出來了 這次我聽到了 他的低聲對我說的三個詞 三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詞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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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我說什麼 我希望你明白 不應該在辦公室裡閒逛 或者說你知道自己在等什麼 很好 你們今天看起來不錯 我們去看看應該又有行人來了 沒錯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帕斯特納克 孩子看到這匹馬的嗎 英俊瀟灑的嗎 當然 他的名字叫打達 他代表著我的激情 代表著我的力量 他在我身邊的時候 我就沒有證明的必要 我就是查理曼 而你在那裡 就是一個無名小組 如果你沒有注意到 如果抬頭挺胸 像一個 獵殺猛馬像的男人 一樣咆哮 如果沒有 到中間來 把那個包包丟掉 你不需要 躲在任何盾牌的後面 男人就該有男人的樣子 我越來越不知道 這到底在衝得一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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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 還有你的行照跟駕照 你知道你姓氏 來源於歐洲 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白蘿蔔 從現在開始 那就是你的姓氏 我就 不要亂給人家貼標籤啦 職場霸凌啦 我的 上級帶頭霸凌 職場霸凌 基層員工 幹 孩子 看你的樣子需要一點鼓勵 我已經備受激勵了 不需要了 每次失敗都會讓你損失200射值分 什麼 又要幹嘛啦 白蘿蔔你是什麼人 啊 啊 我是 啊我要照他們的說法是不是 我是最底層的渣渣 怎麼會 我是一坨屎 有有有有有 那你本該是什麼 我是最棒的 世界第一 欸 靠北 工作 我的鞋 讓打打選吧 好主意讓打打來選 靠這讓打打選什麼東西啊 請讓我們瞧瞧打打他需要完成一樣什麼樣的任務 喔 簡直太完美了 什麼都沒有說 反職場霸凌博士 帕斯特納克你的辦公室裡交一個朋友 可是 要去哪裡的辦公室呢 這座大樓裡有那麼多的辦公室 上校 護書秀 我聽說一定是四樓蜂巢裡的那個某個人 就凱特啊 四樓的凱特 壞好了 合作才會產生共鳴 這個是上校 打打你是這個天才 明白了嗎 白蘿蔔 必須去蜂巢交一個朋友 完美 那麼今天基地大會到此結束 我什麼覺得身心 巨疲啊 我到底看了什麼東西 我什麼覺得身心巨疲 完了我被叫白蘿蔔了 你把公式包也給忘在會議室了 啊謝謝 我剛才發生的一切有點不適應 正常的 我們 以後多多合作你會習慣 還好我學過騎馬 那個上校跟瘋子一樣 鬼知道他會把你送去哪裡 瘋巢是 瘋巢還擁有人力支援部門 誰知道呢 我還沒按完 我還沒看完 我按點券 趕快去成檔啊 職場霸贏的開始 欸那個人居然在上面啊 這什麼 開始在賣東西的 唉唷 好啦 我先去存個檔先 好不好我們今天先播到這裡了 11點半了 我們看明天 應該沒有意外也是晚上8點半繼續直播吧 看一下明天有沒有辦法把這遊戲玩不玩 我目前進度我猜可能就只有一半吧 你可能還沒有到重頭戲喔 阿我的話應該是會上傳啦 影片會上傳 應該就是一個小時一步吧 我應該是會把它做得比較流暢一點 把一些補標的部分去省略掉 好不好 那今天先到這裡了 大家應該都累了 我也累了 我剛剛真的不知道我在看什麼劇情 你知道嗎 我完全搞不懂他的上校到底想幹嘛 相信你們應該也看不太懂啦 真的 好不好今天先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新的收看 我們明天晚上8點半再見面了 明天再見 爸爸 好 安全 繁адно 我